台湾灯會 即將於2月19日登場 今年台灣灯會在屏東規劃三大燈區 包括大鵬灣燈區、東港小鎮燈區以及屏東燈區 陸域面積約38公頃 還域面積廣達200公頃 而在屏東規劃三大燈區 最特別的莫過於這次的主燈 不是用豬來做呈現 突破生肖的造型表現 以東港知名的黑尾魚 巨尾來富為意象 象徵年年有餘、富貴有餘的精神 帶來不同於以往的聲光以及視覺饗宴 今年適逢台灣燈會30週年 主題定調為平安蓬來光耀30 和往年燈會不同 這次的大鵬灣燈區 以主題樂園式燈會為主軸 有許多主題式的燈區 像是光耀30燈區以全球在地化 邀請15位國內外知名及當地藝術家 透過當代美學的手法 呈現創新多元的燈會舞台 另外還有國際交流燈區 農村再生燈區 以及農業海洋燈區 利用屏東的農與產業特色 打造令人讚嘆的作品 越往裡面走則還有宗教燈區 企業燈區 友好城市燈區 以及靜靜六堆燈區 結合屏東傳統文化工藝特色 加上科技互動創意 融入綠能環保永續概念 營造好玩好看的歡樂Party氣氛 而距離大鵬灣不遠處的東港鎮 以海的屏東為主題 用漁港風情及宗教文化內涵 規劃四個主題燈區 搭配夢幻音樂沿著步行在運河旁 感受東港小鎮的漁港之美 迎接2019台灣燈會 點亮屏東 一同來感受璀璨的燈光饗宴 旁邊